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,让社区单位及团体,能简单清楚地连接当地的社会资源,台中市乌日家庭福利服务中心已旁点出属于连接大度,乌日,龙井地区的社会资源,正合到Google Map社区资源网,让设政相关单位及团体可以一进入就一幕了然,快速连接, 为强化社会安全防护网及整合在地资源,乌日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正合大度,乌日及龙井当地及其他地区有服务此地的社福资源,结合Google Map,整合成为Google Map社区资源网,乌日家庭中心表示,很多服务弱势民众的单位及团体,常常不知如何连接在地的资源, 因此先将当地的社福资源及外区也有服务此区的社会资源整合起来,让有需要的单位及团体只要进入该资源网,就可以容易地找到,进而更有效益地来协助弱势民众。 乌日家庭中心日前在与辖内社福、卫政、教育、劳政及理常进行区域资源网络联系会议,便呈现Google Map社区资源网及讨论后续连接机制,希望让服务者能够了解如何运用此一资源网。 目前此一Google Map社区资源网,置现于设政相关单位及团体使用,未来乌日家庭福利服务中心将印成纸本,提供给一般民众。 社会局表示,目前采取多元策略强化社会安全网的绵密度及深化服务,去年起从9个家庭福利服务中心增加到14个。 市府在前瞻计划中也争取经费,逐年增加家庭中心的数量,要协助吉普岛遭遇困难的家庭。